上次說到劉甘町見高君寶不敢認親 蹲起來就帶著春蘭漏口海地走出秀州城 一路走,那些丫鬟就越想越替小姐不值 春蘭就問了 小姐呀,我們這樣回去 被山寨的人問起姑爺的事,我們怎麼說好呢? 是,現在人家一提高君寶,劉甘町就火滾了 從今天起,不讓你們再提高君寶,也不讓再提什麼姑爺 我和他是前世冤家,今天對頭 將來就算他和你們撞到面,也不要認他,不要理他 講完,甘町生氣爆爆的舉起馬邊 一邊就飛到馬上,這一邊就發斷情絲 這一邊就出口怨氣,這一邊嚇窄了丫鬟 以後都不敢再提高君寶了 劉甘町還是穩定出氣? 這隻戰馬不是壽氣袋 有一邊發下去,痛到前提提起,後提一燈,馬頭發幾發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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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之内都被山寨馆, 四周围布满明梢,暗梢,流动梢, 那些流罗就扮成老百姓, 有些做生意的, 陈虚的,耕田的, 在山下就做了耳目, 有几家酒店客棧也是山上开的, 所以凡是冠军过山, 保镖路过山上很快就知道了, 但是今天没了山上边的人的呢? 难道流罗偷懒, 缩一二角喝酒赌钱? 刘金定越想越私以山上, 当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急着赶马跑上山了, 逗一逗,流口海就说, 小姐,山上边起火了,你看看, 刘金定恶高头一看, 只见山上龙烟滚滚, 小龙烟的气味供到他连气, 打了几个乞丝, 我们快点上去, 他们主缚六匹马, 飞一阳的就冲上山上边了, 上到去, 只见寨门大开, 门外门内就扔满残功断战, 血迹斑斑, 寨门里头呢, 那只收着楼子的大旗, 被斩断发了落地下, 山寨里头就火光冲天, 吓烟离漫, 隐隐约约, 从听见有人又哭又叫, 山寨变成这样, 流金定恶到云飞拍散, 差点跌了落马, 流口海和春兰地四个丫鬟, 亦惊到面无人色, 小姐呀, 为何会这样的, 快点去救火啦, 说完, 六匹马一支箭就飙入寨门, 跑到入山寨了, 喂, 里面的人不要哭啦, 小姐回来了, 流口海和四个丫鬟在山寨里, 就拼命大声叫, 没多久, 有十几个人呢, 缩一下缩一下, 整身骚髒骗, 好像拗烏破那样跑出来, 一见到流金定就咬咬咬咬哭, 凄凉到说不出话, 这些都是山寨的流罗来的, 流金定见到, 个心惊到, 好像整身的血突然瘾了那样, 出了什么事呀, 我爹和二哥呢, 哈? 各位, 流金定走了这几日呀, 双所山寨被人作犯呀, 原来双所山有五百流罗, 三位寨主呀, 总寨主是花刀令公, 流大内呀, 副寨主叫左天鹏, 少寨主就是流府, 那这人虚就虚在那个副寨主左天鹏呀, 原来这个衰公的出身都是麻麻的, 五年前, 他在南唐的京都金陵, 帮元帅林文善家做管家的, 那林文善就挂着在寿州打仗, 家里就丢下整群妻妾呀, 那便便宜了林文善家的那些管家, 师爷, 工人之类呀, 这个左天鹏呢, 就滚了林文善一个妾氏通奸, 结果被林文善的大婆知道了, 他惊起上来, 就跑到双所山, 求靠寨主楼大内, 那以前楼大内镇守天井关那时, 和他共过事的, 那被他骗到假话, 就骗了, 留下他在山寨里, 那左天鹏是武将出身, 打得几下, 又做过管家, 那对那些帐木收支是多在行的, 刘大内就被他管一下财务, 那他也将山寨的收支, 管理得井井有条, 十分得体, 滚滚滚下, 就做了个负债主了, 刘金定学艺没回山寨之前, 他管着山寨的钱财开支, 偷点贪点, 那都几窝尾的, 刘金定回来, 他就没那么好风光了, 事关于刘金定的人, 又细心又聪明, 跌跌事都很难瞒得过他的, 那左天鹏就整天想 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 他端端堕堕, 就堕了一条死计, 他想, 南塘的皇帝李玉就称霸一方, 那你看李玉宫中三千基设, 未必有一个漂亮的刘金定, 那些美人是靠胭脂画出来的, 是若不禁风的美, 刘金定杀爽英脂, 是一构天然的美玉, 放且刘金定能闻能武, 身怀绝技, 如果将他送了去金陵, 李后主就实会如获至宝, 那我亦算尽美女有功, 到时想回一官半职, 好过占山为王就多多声, 但是怎样才能送到刘金定给李后主呢, 他一天想东西想, 就终于让他想出一个办法, 他就请那些妙手单清的画家上山寨, 住在他家屋里, 让他们偷偷看清了刘金定的样子, 然后就将刘金定的样子画下来, 那他们就画到刘金定是有这么漂亮, 得这么漂亮, 真是艳色天国, 于是左天鹏就带着这封美人图, 偷偷地去金陵, 准备打动李后主的心, 怎样入城未到皇宫, 就被南堂的少齐皇李宝光截了户, 他见左天鹏形跡可疑, 捉住他一手身, 哦, 搜出那封美人图, 少齐皇李宝光一看画上哪个美人, 东堂就神魂颠倒了, 他问左天鹏, 这幅画是照真人画, 即是假的, 左天鹏就不敢隐瞒, 说是照着人画的, 不过真人比画的更漂亮啊, 李宝光一听, 即使要左天鹏就带他去见这个绝世佳人, 左天鹏想着, 美人图落不了皇帝李宝手中也不紧要, 反正这个少齐皇是皇上的宿伯兄弟, 投靠他同样可以飞黄腾达的, 于是就带少齐皇李宝光去双所山, 提亲了, 皇亲各戚来提亲当然是很虚陷的了, 只是礼物都要五十个人担, 其他那些就耕计了, 那他们一帮人就浩浩荡荡上到双所山, 刚好那几日, 刘甘定也带了四个贴身丫鬟去最高军堡, 二仔刘虎也落山去打听刘甘定的下落, 山寨就剩下老寨主刘大内, 那左天鹏都是负债主来的, 他就顺顺利利带了少齐皇李宝光上山住落, 然后他就去说服老债主刘大内, 劝他将女儿嫁给李宝光, 谁知刘大内又不稀罕名华富贵, 说女儿已经答应了给大宋的高军堡了, 左天鹏就没办法了, 回来跟李宝光一商量, 就决定硬来, 他们打算抓了刘大内一家去南塘, 萧平山寨, 刘甘定到时知道, 为了救自己一家, 就实会答应嫁给李宝光的, 于是左天鹏就在山寨里抖杂了自己一帮死党, 和李宝光那帮人就合在一起, 有一天, 后刘大内不在意, 就捉他起身, 将反抗的刘罗当场杀死, 跟着就放火烧山寨, 押着刘大内一家就落山回南塘, 落到半山, 刚巧就遇到刘大内的二仔刘虎回来, 几十人围住又捉了他, 落到山脚的刘家庄, 又顺手捉了刘大内的大仔刘龙, 他们一帮人就押着刘大内整家, 急急赶回到金陵, 谁知道出事的这一日, 他们上午落双锁山, 下午刘甘定就回来, 刘甘定一知道这件事, 马不停蹄就落山去追左天鹏, 追了一个时辰倒, 他追上了, 左天鹏一见到刘甘定, 知道凶多吉小了, 就趕快跑到肖齐王李保光那里说, 肖齐王, 闭家火了, 刘甘定追到来了, 李保光还没知道刘甘定的本事, 他就说, 哎呀呀呀呀呀呀, 刘甘定来了, 对啦, 我朝思梦想, 就是想找这个娇娇女, 我只是闭矮找不到他来, 他来就整定我笑齐王有眼福, 小王爷呀, 你不要想得这么开心住啦, 刘甘定并非善男信女呀, 我们两个合起来都未必够他打的, 你不要踩在胡客当蛇啦, 自己吓自己, 我就不信一个女人这么厉害, 不, 放且他老爸, 大佬, 大嫂, 咸白咸给我们捉住, 我一个麻烦就弄光他们, 看看他还敢不敢打, 左天鹏见讲不定李保光, 就唯有鼎硬双, 和他一起出来应付刘甘定, 他们就叫刘罗家丁闪开一边, 噴出一片空地, 于是乎, 李保光和刘甘定就骑在马上打对面棋了, 这个李保光, 似着自己是皇亲国戚, 加上有一身好武功, 在甘龄为妃作带出了名, 他生平有两种嗜好, 一呢, 就练武杀人, 二呢, 就沉花问柳, 为了找到一个美女, 他可以不惜千金, 不择手段的, 在皇府里头的娇妻尾妾, 抬下手更多个皇帝, 他皇府里头的什么, 这个漂亮的雕蝉, 那个像西施, 这个漂亮的贵妃, 那个像超昆, 他看多了, 当然漂亮也觉得不漂亮, 就是一个人餐餐吃九大鬼, 吃一餐咸鱼青菜, 反而零射开胃的, 所以超齐王现在见到刘金, 还是一样, 面前这个女人的身材相貌, 其实跟她的娇妻尾妾差不多, 这个女人另有一番风韻, 她英姿煞爽, 光烈野性, 行眼圆真那时候, 好像一汪抽水, 那这些神韻, 对在京都长大的超齐王来说, 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新鲜感, 她定型地望着面前的刘金定, 一点都不记得这个女人, 是来打仗救人的, 还以为自己发梦入了巫山, 见到仙女飘飘然, 左天鹏见到李宝光, 一见刘金定就暈了大浪, 心想, 如果再这样下去, 被刘小姐突然上来劈开两个都未知怎死, 不如自己跟刘小姐讲明, 看看她的意思如何, 于是左天鹏就出声, 刘小姐, 鹏叔在此, 刘金定见到这只人面瘦心的豺狼, 已经吹到寂寂, 不过还是压着把火, 左寨主, 我爹和兄弟阿嫂在哪里, 你干嘛带兵下山, 你家人在车上边, 不用担心, 我们下山去金陵而已,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而已, 你看我旁边这位英俊少年, 他是南唐国主的兄弟, 萧齐王李宝光, 他狗毛小姐英明, 专程来双锁山, 找你比武联婚的, 因为你不在山上, 你爹帮你认亲, 我们如果去了金陵, 高官有得做, 进马任你骑, 哎呀, 刘小姐来得真是对了, 快点见一下萧齐王, 我们一起去金陵看世界啦, 左天鹏, 你, 你卖主求榮, 涵害我刘家又拐走君卒, 还想骗我去金陵? 好像你这样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的乱神策子, 要来有什么用的? 刘金定证实了左天鹏, 就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拍马上前举刀就斩啦, 左天鹏就唯有江瓦泉打老虎进地一步啦, 提起大枪就迎战啦, 唉, 这样的无名小卒, 哪里是刘金定对手啊, 几个回合, 被打到手忙脚乱, 吓得他就呸呦鬼陣, 嘶嘶嘶嘶嘶嘶嘶, 少王爷救命啊, 刘小姐收下留情啊, 那个少王爷李宝光啊, 袖手旁观啊, 他懒得踩左天鹏啊, 眼睛睛地看着刘金定的靓样, 看着他身体的曲线, 见小姐摸起把兽勇刀, 金光闪闪, 左天鹏在刀底下边, 吓得胡乱腰, 好像一只虾公那样, 来来来去鬼杀那样吵, 他觉得好过瘾啊, 心想, 嘶, 左天鹏大只牛龟, 被个小姐打到一摸一摸, 这么大个儿子, 我都是头一次见到的, 啊, 比起看我的娇妻尾妾, 爭风狹躁那时候, 打架更不好看啊, 他真是想想想想, 想过去好像左天鹏那样, 在小姐的刀底下边, 闪来闪去玩玩, 嘶, 这个少齐王开心到他没有手挡脚, 不记得刘金定是来杀仇人, 救父亲的, 那这阵时, 左天鹏打打就顶不住了, 吓得心惊, 胆战面如菜式啊, 突然, 刘金定洗招鲲鹏剪刺, 大刀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圈, 噓声, 一下子斩下来, 哎呀, 将左天鹏的拦腰就斩开两个, 刘金定刀快力猛, 斩左天鹏好像斩萝卜那样, 嘶, 左天鹏上半身跌了落地, 下半身还骑着在马上, 那这只战马突然间觉得身上轻了很多, 嘶, 四体挖下挖下, 宽宽起起的跑开了, 左天鹏伸手易处, 只是他最恶满营, 最有应得的下场啊, 刘金定是劝回战马转后, 一刀劈了左天鹏的人头下来, 用刀尖去跳起他, 将他的鸡打散, 戳了两批长头发, 就绑住头在自己的马颈上, 用他的头为死了个刘罗来制灵啊, 刘金定这几个动作, 一个接一个, 干净利索, 看到李宝光眼都盯上, 左天鹏死了, 他一点都不在乎啊, 而是好音配刘金定的刀马功夫, 好迅速, 真是有大将风度, 他的心想,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女将, 投靠金灵的话, 算是蓝塘的处石咯, 这阵时, 刘金定对着他就大喝一声了, 前边的责人, 快点过来受死, 李宝光听见, 当堂打了个冷针, 另一头看下, 嗯嗯嗯嗯, 小姐叫谁呢, 那看下旁边又没有人, 嘿, 那才愚梦方醒, 是叫我来, 哎呀, 糟了糟了, 这个女将杀了左天鹏, 现在就轮到杀我了, 我还一棵木地等在这儿, 授声宫吊领严严命长吗, 想到这样, 他就抱拳当空话, 哎呀呀呀, 对面是否刘小姐呀, 我是刘金定, 你是何人, 啊, 我是南唐小齐王, 叫李宝光, 我狗母小姐方明, 只恨无缘相见, 特意在金陵离商所山, 要一道荒荣, 哎呀呀呀, 谁知道人去楼空, 未见佳麗, 先将佳人的父亲接去金陵, 以享清福, 想不到刘小姐赶到来了, 那也是李我有缘, 千里来相会, 快点跟我去金陵, 刘金定听完, 冷笑两声就说了, 哼哼, 李宝光, 你说就说得好听, 连树上的廖哥都被你哄下来, 可惜, 你做的事不是人做的, 杀我君卒, 淫我姐妹, 还捉走我父亲, 萧萍山寨, 奸淫消杀, 你什么都做尽, 刘金定同价你同流合乎, 今天你被我追到, 就是你的死旗刀了, 说完, 刘金定举起秀勇刀, 两个一硬马蹬, 涂鸿马向前一飙, 刘金定一招, 垃劈华山, 兜头刮到李宝光那里, 李宝光将在码头一提, 避开大刀, 只要他还懒得清, 不还手住, 把嘴又鬼吃泥的说, 哎呀呀呀呀呀, 小姐, 萧山寨是佐天鹏做的, 不关我事, 我这么喜欢小姐, 怎么会害你父亲呢, 只要你跟我结为百年之好, 你叫我做什么, 小王就万死不辞的, 劉甘定激到火車眼也不回答他 一刀一刀就斬下去 劉甘定的刀法厲害 李寶光不還手不行 再不還手就死定了 但這時候 劉甘定一刀比一刀快 刀刀都不管他身上哪左右 嚇得李寶光飆了一身臭汗 隨便放天話擊 接駕相還 兩個就戰在一起了 打打下 劉甘定見到李寶光夠力 那支擊又重 連亡榨帝不夠打 盜拖著獸勇刀 做出的樣子好像要敗走 左手偷偷地拔出那條打仗銀邊 當李寶光追到上來 剛剛舉擊刺過來的時候 劉甘定領轉腰 一招玉女碗沙 銀邊凌空而起 嚇得李寶光收招閃開 啪 劉甘定一邊發落李寶光 左手上 這一邊 打到他由馬上便打了落地下 說時遲那時快 劉甘定收鞭舉刀 將刀壓住李寶光的頸上 別動啊 各位 劉甘定現在呢 就捉住這個 少齊王李寶光 但是他整家人 還被李寶光的手下捉住啊 人家又肯不肯罷休呢 明天再說啦 明天再說啦 我問你 我問我 怎麼會 是 我問你